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集 赵玲独自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野外求生可没那么简单 还是趁早乖乖回家吧 而掉进坑里的我 终于也被熊大发现 倒霉的一夜终于结束了 原来是误会 熊儿 快跟上 东东啊 赵玲经历咋这么旺盛呀 到底跑哪儿去了呢 这个赵玲就是不让人省心 啥声音呀 谁呀 熊儿 诶 赵玲 赵玲快救我呀 赵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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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儿 你抓好了 你 你没事吧 熊儿 都怪他 还以为诱人呢 啊 脚印 真倒霉 熊儿 诶 你发现啥了 你看 诶 这是 脚印 我闷闷看哈 好臭呀 这肯定是光头墙跟绣带的脚印 他俩应该在一块 啊 真的 嗯 他俩的味道呀 俺太熟悉了 走 咱们跟上 走啦 就不能歇一会儿嘛 熊儿 赵玲 熊儿 赵玲 熊儿啊 赵玲 你在哪儿 熊儿 你在哪儿去 赵玲 赵玲 熊儿 诶 赵玲 诶 怎么停下了 你看 脚印 难道是他们的 赵玲 赵玲 熊儿 手带 我头奖 好可爱呀 终于要下雨了 耶 这几天可把我冒坏了 嗯 嗯 嗯 啊 没人 休息一会儿 在小木屋应该好久都没人了 啊 熊儿 别害怕 只是在打雷 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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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儿 熊儿 熊大 诶 总算找到你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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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机意识团队精神 说离开就离开了 对不起吗 我 你什么你啊 还想找借口是吧 道游的话你都不听 我要告诉老兆头 干一个人到处乱跑 你以为你很了解森林吗 啊 哪有你说的那么危险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也只是想 早点找到老虎 诶 诶 没错 他们就是去抓老虎的 诶 那是因为你运气好 你以为你每次都能这么幸运吗 哼 谁让你不陪我找老虎的 诶 还怪我 老虎是说找就能找到的吗 你摸摸蹭蹭的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那你来告诉我 老虎在哪 我看你 又是没那个本事 有本事你自己去找 自己找就自己找 够了 你别上嘴 你别上嘴 你能听我他们说话 熊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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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儿 你想干什么 诶 你干嘛 诶 诶 你们 你们这是要干嘛 送你们回去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诶 天气转情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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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帮我放下 我要下来 诶 诶 诶 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诶 诶 看你放不放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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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啊 再不放 我就继续拿啦 不行啦不行啦 放你下来 有你们这样对待女生的吗 俺才不管你 俺绝对不会让你们找到老虎的 为什么 老虎要是被你们发现 那就危险了 只要有俺兄弟俩在 就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 嗯 没错 等等 等等 你们不会以为我们是来捕猎的吧 啊 你们误会了 我不是来捕猎的 我要找到老虎 它是我的朋友 朋友 嗯 小时候 我第一次来森林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哎 抓住你啦 在那里 小虎蝶 别跑呀 别 嗯 嗯 嗯 花花 哎 好漂亮呀 嘿嘿嘿 嗯 什么声音啊 奇怪 怎么什么都没有 嗯 啊 猫猫别害怕 原以为是只小猫 原来是只小老虎 等等我 你是一只 火头红奶的小母老虎 就叫你虎妞吧 虎妞 虎妞 虎妞是一只东北虎 是我小时候最好的伙伴 有一天 我听说东北虎快要灭绝了 我很担心虎妞 我相信虎妞一定还健康地活着 它只是 在某个地方躲起来而已 所以 我一定要找到虎妞 实在是太感人了 丑林 对不起 俺们错怪你了 熊大 俺跟熊大一定会帮你找到东北虎的 是不是啊 是不是 不行 我以为你只是来观光旅游 想看看野生东北虎长什么样 原来你是来找东北虎的 估计老赵头也被蒙在鼓里吧 不行 我得问问老赵头到底什么情况 别别别 千万别打 我不通 没信号 明天一早我就回去 我只是个导游 没兴趣陪你找老虎 哎 江哥 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呢 帮头强 你咋能丢下周林不管呀 那我就送他回去得了 江哥 你就陪我去吧 好不好嘛 不行 就是不行 哼 那我就跟旅行车说呀 你身为一个导游 应该保护游客呀 你倒好 把游客都给弄丢了 你 怎么样 好不容易带个团 要是被投诉可不好办 反正也不会有什么老虎 就带他在林子里玩几天 行行行 陪你去就是了 真的 太好了 来 拉勾勾 拉勾 拉勾 对 一起找到虎妞 一百年不许变 耶 太棒了 熊大 我们也一块儿帮照林找虎妞吧 我们也一起去 熊大熊爱 你们真好 谢谢你们 要吃蜂蜜 就知道吃 对了强哥 你为什么也能听懂熊说话呀 这个 我也不知道 你不是也可以吗 对呀 还以为只有我能听懂动物说话呢 从小就觉得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你不觉得吗 所以我查了很多资料 原来除了我们 早就有人可以跟动物沟通了 这个世界是多么神奇呀 你看 啊 光头强 谢谢你 还有你们 感谢光头强和熊大熊二帮我一起寻找虎妞 寻虎探险队出发喽 寻找虎妞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我们就遇到了野外生存的难题 请期待下集 《难找的水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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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